受3月10日,依索比亚航空空难影响,美国、加拿大,也加入了禁飞波音737MAX-8飞机的行列。 特朗普周三3月13日,在白宫发表讲话,宣布美国将释出紧急命令,停飞所有737、MAX-8和737、MAX-9型飞机,在美国采取行动之前。 加拿大周三早些时候,决定暂停737MAX系列客机,在其领空飞行。 加拿大交通部长表示,跟踪这架伊索比亚航空公司航班的卫星资料显示,此次坠机可能与去年10月29日,施航坠机事故存在相似之处。 当时直飞的MAX-8因软体故障,多次发出机头下降的强制指令,随后在印尼海岸线附近坠毁。 机上189人全部遇难。 截至3月14日凌晨,据不完全统计显示,在拥有737MAX型号飞机的55家航空公司中,仅有巴拿马的巴拿马航空,以及毛利塔尼亚的毛利塔尼亚航空,还在继续直飞。 此前的3月10日,伊索比亚航空一架波音737MAX-8飞机,发生坠机空难。 机上157人全部离难。 这是继去年10月29日,印尼施航空难事故,造成189人离难后。 波音737MAX-8飞机发生的第二起空难。 此后的3月11日上午,中国民航局,向各运输航空公司下发档案通知,要求暂停波音737MAX-8商业执行。 这一决定迅速引发全球多国监管部门或航空公司跟进。 波音建议暂停全球371架波音737MAX-8飞机的运营。 波音公司周三发表宣告称,在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NTSB及客户协商后,波音支援暂停737MAX的运营,并决定向FAA建议,暂停全球371架波音737MAX-8飞机的运营。 但同时,波音表示,继续对波音737MAX-8飞机的安全性充满信息。 据报道称,波音公司正在研发一款重要的软体,用于改变航行控制系统。 该软体主要用于去年失事的737MAX机型。 据悉,改变航行控制系统的软体,在伊索比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周末,坠毁之前就已经执行。 标志驻波音公司,在2017年,首次向航空公司交付737MAX-8飞机时,最初设计防湿素功能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本周一晚间,波音公司在其网站上,公布了737MAE燃体更新计划的细节。 一位公司发言人证实,这次更新将包括在MAX的防湿素系统中,使用多个数据传输,而不是当前对单个感测器的依赖。 本周以来波音累计跌超10%,市值蒸发约1700亿元。 波音在美股价摆脱了美国宣布停飞波音737MAX系列机型讯息的影响,终结两日连跌走势。 周三波音股价尾盘拉升,最终小幅收高0.56%,爆377.50美元。 盘中一度下跌超3%,虽然美国下令,暂时停飞波音737MAE飞机,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称,可能会根据需要为飞客机波音737MAX航班发放特别许可。 本周以来,波音累计跌并跌幅达10.66%,市值蒸发254.47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700亿元。 惠玉表示,波音737MAX可能在2019年,很长时间内成为整个航空业信用领域的担忧。 惠玉表示,此时采取信用评级行动还为时过早,因为关于伊索比亚航空和施航坠机事故的最终结论还不得而知。 由于波音公司拥有的大量流动资金、财务灵活性、低杠杆率、市场地位和收入多元化,其信用状况,不会立即受到两次坠机事件的影响。 惠玉表示不认为737MAE事件,会对惠玉覆盖的飞机出租业者产生重大影响。 券商Edward Jones将波音股票评级,从买信下调为持有。 称爱航空难事故,可能使该公司遭预订单推迟。 飞行员几个月前,已经发现波音737MAX有缺陷。 据美国当地媒体调查显示,在最近一次空难之前的几个月, 已经有五名飞行员,向波音公司抱怨737MAX的安全问题。 其中一位机长说,该机型安全效能严重不足。 该机长还表示,该机型要求陪审团操纵飞行,是一个事实上的警示信号。 现在,我们知道所使用的系统是容易出错的即使飞行员不确定这些系统是什么,有哪些冗余和故障模式。 但是,还有什么是飞行员和机长都不知道的呢? 一位驾驶MAX-8的机长,在11月表示,波音公司和联邦当局允许飞行员在没有充分培训的情况下,驾驶飞机是不合理的。 包括未能充分披露其系统与其他飞机的明显不同。 美国联邦航空局的一位发言人说,报告系统是直接提交给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 他是一个中立的第三方,负责投诉的报告。 监督航空业的参议院小组委员会的主席Saint-Edge Cruz说,进一步的调查可能会发现,机械问题不是原因。 但在那之前,我们的首要任务,必须是飞行公众的安全。 综合自Wine资讯,北京青年报等。